第3節,每逢人類的考股 也存在政治的問題 就是中國科學家很抗拒所謂來自非洲的說法 你看多久以前 譬如我幾年前去周口店看 已經接受了現代化的理論 由20世紀初的民族主義帶來 就是每個民族各自在自己的發源地 獨立演化出來的說法 其實基本上是破產的 為何我們用這個做開始呢? 因為研究這個問題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譬如現在最簡單,所有基因的方法 但基因方法並非局限在人類上 譬如豬、植物 為何這些植物在遠古時變成現在的樣子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看回中世紀的文章 江榮的西瓜並非如此 是的,西瓜是像番茄 然後裏面切出來你會覺得像吃青瓜仔 那種清新的口感像青瓜仔 而且以前很多是不能吃的 包括番茄以前是不能吃的 那種不能吃的應該是體現的 反而不像現在有很多肉 另外一個近期的例子 也不需要以前的,只是粟米 粟米如何在南美洲被辛辛苦苦地醇養下來 就算是菠蘿也是 這類的東西 經歷了實在以很多代的醇化後 才會變成今時今日的樣子 米也是 最初的米是野生 是的 那為何會種米? 米會不會黏在一條框 在禍桿上 還是已經是自己掉進來 我們以前有其中的雜數也提及過 現在我們對於這些植物最新的研究 是用甚麼方法呢? 其實這樣說 新的方法依賴著DNA的研究 但是它是一個,所有工具我們都會用的 因為傳統在現場發掘的那些 你無可取締 所以既有這些,如果曾經有 生物活動過的痕跡 甚至人類活動過的痕跡 它流下來的環境是甚麼呢? 這是其中一種 但是如果研究這件事 是人類出現在那裡之前 純粹那裡的植物的歷史 或者是動物的歷史 你就要依賴化石流下來的證據 然後如果幸運的話 化石加上DNA可以互相印證 就可以往往給予我們更多新的證據 其實剛剛這個星期找到的這篇 亦是講述一些植物 究竟如何在某一個地方演變遷移的故事 這個植物很有趣 是講述辣椒 其實我們現在吃辣椒就好像吃四川菜 說到我們差點以為辣椒是印度和四川發源地 但是如果正式講述我們現在 尤其是在中國南方 華南地方有很多食材 是真的去到15世紀 明朝的時候 是 大約14多年 那些歌倫布大交換 那些時期才會正式來到中國南方 所以大交換的意思就是 在之前美洲的植物是沒有增加歐洲的 是 而很奇怪的 歐洲的植物的種類比美洲少很多 可能是氣候的原因 但是大家也知道當大批歐洲的航海專家 跨越了大西洋的時候 去到美洲的時候 他們打了很多東西過去 可以數到的 有些甚至乎我們今時今日的食物名稱 可以找出番薯 有一個番薯 番茄 洋蔥 洋蔥 番茄 然後還有番薯番茄 辣椒 當然由文獻紀錄 可以幫你考古到辣椒最初在哪裡 日本人所說的辣椒在哪裡 唐辛子他們認為是唐朝傳入的東西 但那是中轉站 是的,中轉站而已 但是其實在哪裡來的 當然也是在印度那邊過來的 但印度那些人從哪裡過來的 一直追溯 原來就是航海家經過南美洲 南美洲帶到遠東 所以我們今天看著那煲番茄薯仔湯 整煲基本上不是原產的廣東湯 就是這些食材 你看回潮州人吃的那堆滷水的香料 基本上那堆香料 全部都不是中國原生的東西 是禁制的 你說得花椒、八角、草果等 全部都是外來的東西 而且甚至外來的東西 那裡只是中轉站而已 關於辣椒本身的歷史 由DNA去研究 就是你很容易看到的東西 就是哪個地區的變種多 你就知道那裡基本上就是發源地 而這種想法在疾病傳染學裡面 都是非常有用的 如果你在網上很容易找到資料 在世界上哪個國家或地區的辣椒品中 最多南美洲都贏了 如果有些人很喜歡 Mexican很喜歡吃那些小辣椒 短短的辣椒 不是很辣的 沒有指天椒那麼辣的 但是用來浸醋、用來蘸食、夾包吃 很好吃的 其實有很多種不同的辣椒的變種 然後有一些品種 帶到在印度那裡再去栽種 所以世界上第二多辣椒變種的地區 就是印度 然後傳到其他遠東的地方 就更少了 所以由這裡純粹的種類統計 因為你已經知道很全面地在每個地區 都探討一下辣椒的品種有多少 你就很容易知道南美洲就是辣椒的發源地 反過來說歷史三年的瘟疫 那邊的疾病發源的變種多 亦是幫你考究究哪一處發源地的 其中一個科學證據 但是我們知道了這件事 對我們知道人類的遷循或起源有甚麼幫助呢 在這次如果這宗辣椒的新聞來說 你說對人類和人類之間的互動 是沒有甚麼關係的 因為他說辣椒的起源 是遠到你連現代智人蠟燭的美洲也未有 所以純粹在植物學上的研究 他在說遠到一個地步是怎樣呢? 就像剛才台長你也提到 他在說辣椒和番茄 這些都不是青皮就紅皮的東西 原來他們在植物學上可以說是共同的祖先 你可以想像一下 那些結構大家都像的 一個青色紅色的外皮 裡面會有少許果肉 那些汁多不多呢? 是後來看你醇化成怎樣 然後大家在中間的位置亦有些核 其實你看番茄核和辣椒核擺位的形態 其實不是太軟的 所以味道當然太軟了 但如果辣椒和番茄 你不難想像到它是共同的植物學上的祖先 而祖先的東西到底是辣椒還是番茄 你可以說兩人都是,兩人都不是 因為他們就是他們的祖先 故事還有甚麼要說下去呢? 我們一直以為辣椒是一件完完全全的 只出現過在南美洲的東西 後來才慢慢被帶到其他地方 但在這次的考古發現 應該在美國的 我不知道是New Mexico還是Arizona 找到的化石那裡看到 原來曾幾何時 這些番茄與辣椒的共同植物祖先 他的化石是可以在北美洲的地方被發現過的 這就很有趣了 一樣比辣椒更早的祖先 他曾經在北美洲樓下的足跡 大家便會想 究竟辣椒這東西本身 應該是由北美洲發源還是南美洲發源呢? 或是中間有更複雜的故事呢? 其實現在我們要留意到這些辣椒和番茄的 這些共同植物祖先他們可能曾經經歷了 比我們想像中更複雜的生物演化故事 他既在南美洲有獨立的自己的發展 亦曾經蔓延過上到北美洲那裡 但是在北美洲那裡 亦都由於遇到生態的不同 可能是那裡的物種會特別多天敵 以及氣候的問題種種的原因 令到最後在北美洲那裡 這些辣椒和番茄共同草先似乎是一度絕種的 然後只得到南美洲那裡 就有更多辣椒和番茄自己的再獨立的發展 而這個過程應該追溯到 以千萬年計的之前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現代智人的出現在非洲是20萬、30萬年左右 現在的辣椒的祖先是一千萬年前 甚至是一千五百萬年前 所以一定是說一些更加軟的事情 他有估計到其實是一些醬料 他們吃的植物的時候 他在沿途都會吃的 他帶了種子跨越了不同的地方 是的 所以會否這樣說 物種要跨越這個緯度 由南美全到北美是很難的事 你要靠它自己 有空就生坡去 走過一些慢慢蔓延過去 但你要知道沿著地球的緯度的變化 你中間又要跨越尺度 又要去到溫帶 生物學上的環境是可以相差很遠的 即是它是否要上山 又不法學理 是的 你想想一下南美洲、北美洲中間 恩挑鬼命的中美洲少少地方 你要去這麼有效地蔓延過去 你縮米也搞不定了 但反而為何這些會有機會呢? 我也會認為他們的好意見是 雀鳥、後鳥這些會是跨越緯度飛行的 而且只有雀鳥才能不能跟你咬爛那些核 然後將那些核比較完整地帶去 跨緯度地帶去另一個地方 但如果它是共同祖先的話 即是說現在很多我們看到似乎不相同的 也有可能是一個比較遠的源頭 自問自己的專業並不在這裏 但其實應該在生物學上 而且有基因和分類 他們已經很容易找到 大約會有甚麼共同祖先 人類唇化這些植物的過程 是不是先試一口 神龍時尚人化草 吃了不好吃 然後再想想甚麼方法令它變呢? 我想純粹是一種語言經驗的累積 你怎樣種令到東西甜點 怎樣種令到甚麼時候種是最好 而且你要懂得將經驗傳承 你記住,越是好吃的 你越是不要丟掉那些核 你可以搏去下次 又是這一批應該會種出來的更好 我想這絕對是因為人類自己 現代之人 我想不是現代之人 尼昂德塔人也有這樣的能力 就是一個懂得運用記憶 去總結經驗 去找Pattern 去改善自己的生活 去適應這個環境的一種生物 但這也是一個淘汰機制 譬如說現代人類 你吃多些Protein 多些蛋白質 你會更健碩 你會更健碩 腦會更聰明 會更聰明 你會懂得多點吃 其實是一個良性循環 如果你是吃少些Protein 那你會弱一點 你弱一點就不夠人爭 那你慢慢變得越來越沒有競爭力 你就會受到淘汰 這是一個淘汰過程 你懂得找哪些東西是高蛋白質 這是對於他 而且很多時候答案不是只有一個 那些猛獸也是要吃很多蛋白質 但他的蛋白質最後更加落在自己自身的肌肉 令他夠健碩 搶贏 就不需要靠吃腦 而是靠吃身體 但我會覺得這種生命的演化 很多時候會多過一個可行答案 即是你要適應這個環境 但你還記得尼安德塔人喜歡吃什麼 吃海鮮嗎? 吃什麼海鮮呢? 吃青口 吃蠔 還有有一個在香港也能吃得到的鬼爪鑼 什麼鬼爪鑼? 鬼爪鑼你有沒有吃過? 沒有 在街市街中有一些學名叫鵝頸藤湖 其實是一種藤湖類的東西 它出來有三隻手指綠色的鬼爪 然後後面有一條腸 一個軟體有外皮包養的部分 你把外皮撕開裡面就有藤湖的釘 是植物嗎? 是藤湖是動物來的 藤湖是動物來的 不過是一個永遠黏死石頭的動物 是藤湖甚至不是鵝頸藤湖 其他藤湖也有人吃的 這些東西其實在很早之前 說到這些是背類的東西 絲痕、蜆、青口等藤湖 這些古代的藤湖都會吃的 那就是懂得吃的 懂得吃的 而且懂得用水煮它 是有這樣的能力去做 知道這樣吃會更好吃 甚至可以照顧身邊不方便咀嚼的人 而且懂得用工具去處理這些東西 這些是我們知道的 考古證據都告訴我們 這麼聰明的人總都要滅絕 真是不公平的 好了,我們一集結束 我們下一集再回來吧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仔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我以為人家在一起 我拍過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